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皇帝却又一次下令放了杨应龙 岂非怪事 在勘问杨应龙的前一年 也就是公元1592年 封臣秀吉一统日本 之后发兵十五万侵犯朝鲜 两个月后朝鲜全境被占领 朝鲜国王李延向宗主国明朝求援 万历皇帝下令调天下精兵援朝 杨应龙受审期间朝鲜战事正极 杨应龙借此机会上奏朝廷 愿亲率五千波州军复朝讨窝 以立功赎罪 万历皇帝考虑国家正是用人之计 而波州军又确有战斗力 于是答应了杨应龙的请求 事情到这里有了一个重要转机 如果杨应龙真的率军复朝作战 成为抗窝元朝战场上的英雄也未可知 但历史却再一次发生了转折 当杨应龙正在调动波州军准备出发的时候 消息传来 清朝的倭寇已被先期入朝的明军击溃 第一次抗窝战争结束了 这个是个转折点 他带兵准备出发的时候呢 朝廷的军队已经走了 走了就叫他 他的军队不要载 载到朝廷去了 对于杨应龙来说 既然没有征波 自然也就无军功可供赎罪 恰在此时 原四川巡抚李化农升任河南部政司又参政 四川新来的都御使王继光则一反前任太渡 提出要继续勘问杨应龙 但这时的杨应龙对一而再再而三的勘察早不耐烦 令人将使者轰了出去 鉴于杨应龙公然拒绝勘问 让一直倾向杨应龙的四川众官员脸上无光 非常恼火 于是四川都御使王继光 总兵刘长寺 分路出兵波州 准备强行拘捕杨应龙 事先得到消息的杨应龙则在楼山关一带设下服兵 趁官军不被突袭掩杀 官军死伤过半 只得撤回 杨应龙此举是朝廷大受震动 桀骜不逊 竟致武力抗命的程度 旧罪加心罪 可谓罪上加罪 对此朝廷不再呼吸 准备出兵争奖 这一次川贵两省意见一致 倒是没人替杨应龙求情了 可在朝堂之上 却又引发了另一场大辩论 这又是为什么呢 刚刚结束的抗窝元朝战争 已经消耗了明朝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 再大动干戈 争奖杨应龙 其消耗之大实在不堪重负 万历皇帝左右为难 也因此导致了在争奖与招服问题上的再一次朝堂大辩论 正在朝廷左右为难之际 第二次抗窝战争爆发了 外敌当前不宜再生事端 朝廷决定再次招服杨应龙 实际上也是给自己找一个台阶 杨应龙在波州的实力由胜勃扣 朝廷不到万不得已 不愿激化此矛盾 对于朝廷的招服 杨应龙顺从地表示接受 并愿交四万两白银以赎钱罪 还把自己的次子杨可栋留在重庆做人质 此件 跟随为父多年 杀敌无数 这样一来 朝廷也总算有了脸面 事情到此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 但事实并不这么简单